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恶法善法 天堂地狱 一切大海 虚迷珠山 总在空中 因为人的关系 故产生了恶法善法 即正和邪 自古以来 有言道 邪不胜正 此乃对质之说 道德经约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死不善矣 同理 你他人党队 政治立场或宗教等观念不同 你不要生气 你要包容恶法善法 这不是善恶不分 你包容别人 不一定要讲很多话 就是去做 他有一天 就会被你影响或感动 学佛要懂心法 心法即是你心的状态 天堂地狱就是一种心境 心情好即天堂 心情不好即地狱 以地藏王菩萨 他天堂地狱都自在 比如金刚经约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社会国奇数积孤独猿 与大比丘二百五十人聚 若解读文字 如是我闻 即 这一本经是我阿南听世尊讲的 这样解释对你毫无意义 以心法来讲 如是我闻 即 我看到我自己 看到我的所作所为 我知道 我这一辈子在做什么 时时刻刻都看到我在做什么 这就是如实 一时即每个当下 佛即是我 社会国即是我的心 佛在社会国即 我这尊佛就在我的心地上 奇数积孤独远 我心中充满了不失 慈悲 人性本善 众生皆有佛性 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聚 我跟我所有的念头在一起 金刚经这样读 很有趣味 从文字解释看 世尊是释迦牟尼佛 佛是世间最尊贵的人 以心法来讲 世尊就是我 世上最尊贵的人 不是你是谁呢 古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但是 你根本不尊贵 还卑鄙无耻 这么尊贵的人 被你这么糟蹋 你看到了应该痛哭流泪 世尊二字 就足以让你开悟 因为你是世上最尊贵的人 为何落魄到这种田地呢 你明明是钻石 为何变成煤炭呢 你在作践自己 太不爱惜自己 这样读 每句话 就是生生唤醒你的主人翁 时时 白话翻译成 世尊该吃饭之时 从心法讲 即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该吃饭去吃饭 该睡觉去睡觉 该上班就准时去上班 着一持播 入社位大城 即你上班的情形 这样读经典 你时时刻刻都看到生命 而非一直翻译文字 解释好半天 跟你们有半点关系 你们读经典 当依此类推 一切大海 即欲望 须弥珠山 即贪嗔吃慢疑 产生的障碍 总在空中 还是在你的心中 之所以要渡苦海 就是渡欲望的大海 欲望止息 你就渡大海了 佛性能包容这些概念 因为它完全是众生自己产生的 世人之佛性是空的 一负如是 与以上所讲一模一样 你的人生态度 观念 都没有离开你佛性的展现 真 不必求 忘 无需除 明白 就好了 比如 明明 谁也不能拿大刀 把虚空切成两半 但你内在 却创造分别 对待 产生明显的对立 你硬生生把它拆开 但拆开 亦是你创造的 本质上 你怎么拆 都拆不开 古曰 再繁不减 再胜不增 你的自信 之所以生不起智慧 是因为你不能 与空相应 你不是顽空 就是断灭 这无法开启你的般若 念佛 做禅 修四念处 修各种法门 你的目的 都应该为了见性 这样 你才会尊重 任何一个法门 不要断言 哪一个法门比较快 禅和静 说义 两者皆义 说难 两者皆难 文后思维 你能以心法 来契入经典的 每一句话吗 心平 何老持戒 行职 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